嗨,欢迎回到Yoko的周记时间 我是一位陶牌占卜师 金钱灵气疗愈师以及量子冷类图的解图师 同时是一位药草女巫以及阿卡西记录的解图师 每周日晚上七点 我会从冷类图的角度来去看看 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太阳以及地球 又来到什么样的闸门 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下周的流日吧 周一到周三 太阳人在18号闸门 地球则在17号闸 那这两个闸门在上周已经有详细的分析过了 可以点击上方的资讯卡先去收看 周四过后太阳会来到48号闸门 这个闸门叫做深度智慧 是在知学中心的闸门 我们在执行某项行动或做某个决定之前 都会需要先对于这件事情 有一定程度知识的掌握 那48号闸门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我们会希望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要对这件事情有音笔 也且充足的知识含量 所以就会不断的去收集资料 去理解消化成你自己的东西 再来去看看以你自己的价值观想法 如何依据这样的知识基础 来去做出个决定 或者是规划一个方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尽可能的想要准备周全 以防止你有任何没有顾虑到的部分 做出可能不如预期的决定 或者是行动 但也要注意了 会不会因为你没有安全感 而不断落入一直想要再搜寻更多的资料 迟迟不想要下决定的情况 因为总是担心你自己会遗漏些什么 所以迟迟都没有做出行动 这时候你要反思一点是 我们要抱持的是 如果有些事情 我们该知道的时候 他就是会知道 那如果在现在的时间点 你就是还没有到需要知道 这样的资讯的时候 我们就以现有你能够收集到的资讯资料 来去做最好的决定即可 那周四过后地球会来到21号闸门 这个闸门叫做财务掌猎人自我调解 这是在意志地中心的闸门 那在意志地中心的闸门 多半都会相当的物质而且落地 就在于想要把拥有的物质资源 都能够掌握分配得当 那我们说的分配掌握 其实也包含了 如何在你的资源的一进一出之间 去好好的做管理 理解这些资源的脉络流向 那好好运用这份能量正面的影响 是你可以很好的掌握 所有的资源它来自于哪里 而这些资源它应该合理的分配的方式是什么 可以有效的去管理资源 而且能够在资源使用不当的时候 立马察觉到 但是如果极端的使用这份能量 可能会过度在意资源的使用方式 因而想要去控制或者命令他了 应该要如何使用这些资源 例如也许是命令家人 一定要培养一些比较过分的省电习惯 或者是在公司中 我们都会有一些可以拿取公司日常用品的审核机制 但是公司因为怕员工过分的使用 而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核机制 这时候就要回头去检视 是否自己是处在于担心缺乏或困乏的不安全感当中 即使这些资源化销掉了 我们仍然有正当适当稳定的管道 能够持续获取这些资源来去解除这样的不安全感 那这样的咱们都有需要调节拿捏的课题 今天的花销我们必须掌握适当的原则 对一件事情的理解也要适度来避免自己的焦虑 每当自己想要做更多理解更多之前 都要回头去反思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推着你无限上纲呢? 找到源头并且对症下药 才能够让你看待事情的方式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回到正轨上 那周四到下周二2145通道会接通 这个通道叫做金钱线永续资源 它是唯一一条连接意志气中心 以及喉咙中心的通道 我们刚刚讲到了21号闸门 它是有关于如何去分配管理资源嘛 那45号闸门加上来呢 其实就是包含了这样的资源 我如何去用精准领导的眼光 把它分配到需要的人那里 也就是我们不仅要包含21号闸门 如何去管理了解资源花销的脉络 我们也同时要培养我们理解这些资源的能力 我们如何从建树又建领更大格局的角度 来去看到这些资源应该要放在哪里 才是它最适当的去处 所以不仅平时的管理资源 分配资源的日常必须要做好来 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到了 假设有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调整分配现在的资源 调度原则 即使去反映也许是公司 或者是家庭里面 真正需要资源的地方在哪里 而这就要仰赖了 平常日常管理的敏锐度 也许是对整家公司 它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是在家庭的各种开支 就是庞杂的情况下 到底什么事情才是优先必须要用钱的呢 相信在这个通道的期间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能量 好好去觉察这件事情 将资源分配在它应该去的地方 那周六到下周二 18通道会接通 这个通道叫做启发自我实现 是连接居中心以及喉咙中心的通道 这个通道常常会让我想起 我在面对一些阿卡西技术服务的客户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我的 我的生命意义是什么 我现在有在做我的人生使命吗 事实上生命的意义没有那么的复杂 我们生而为人 常常都与生俱来带有一些天赋性格 其实每一个人那个独特的设计 就是生命意义的本身 所以在这个通道接通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看 最真实的你自己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情绪 什么样的个性 喜欢什么东西 平常兴趣喜欢做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最真实的你自己 或者是你不知道 真实的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要开始去探索这件事情 原因是要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 其实就在于展现真实的你自己 去做真实的你喜欢的事情 所以人生的意义 或人生的使命 很多时候其实不在于达到某个目标 而是在于这个过程 无所畏惧的去分享 真实的你自己这个过程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到达 能够完全展现真实的自己 不用担心被他人讨厌 不能被他人比较 但是要记得的 这全世界上没有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你的生命意义 只有你自己知道 而且也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去实践 所以人生的使命 生命的意义 更多时候要着重在这趟探索旅程上 那最后一样提醒大家 每周日晚上七点过后 我会寄送一封 文类图觉察桌报 也就是周期的文字版 可以让你在一周当中 以文字的方式 及时去觉察与咱们或通道相关的课题 如果想要收到这份桌报的话 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的连结 去填写你的资料 我就会寄送给你啰 那我是Yoko 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 拜拜